他說一個FS 他說S等於10 S等於-10 有極大值是10 S等於10有幾小時 問你這個幾小時是多少 來 正題喔 他們告訴FS 沒有 他反過來對不對 你全部都是給一個題目 需求極大值幾小時嗎 他反過來告訴我 極大值幾小時 要有需求什麼 題目嘛 對不對齁 要把ABC算出來 有幾個維持數 三個維持數 所以說要算出來的話 要伸出幾個條件 三個條件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想辦法 要伸出三個條件 這樣可不可以 對齁 第一句話 他說S等於-10 有極大值可見 -1是什麼點 0界點 0界點有什麼特性 把微分用-1代表等級 雲 可以接受嗎 那極大值四起 10 這10怎麼來的 S用起來 -1代 帶誰 雲函數 所以帶下去 F-1會等級 10 這就要有問題 所以說這就要叫雙關永浩 這一句話可以伸出幾個條件 兩個 這是0界點 0界點怎麼來的 把微分用-1代等於0 相對極大值四怎麼來的 把S用起來 -1代代約函數等級 10 洗到這句話之後 他說S等於1時有幾小時 可見這個1是什麼點 0界點 0界點 0界點有什麼特性 一樣 微分用-1代等級 0 所以說這裡有幾個0界點 兩個 對齁 所以用-1代 用-1代 把微分之後用-1代用-1代都等級 0 下行不行 準備 那極大值是10 所以S用起來 V代代約函數是7 10 要求什麼 幾小時 題目10 求幾小時 那幾小時怎麼算 S等於1次的幾小時 幾小時怎麼算 把AK使用起來 1代 對不對 把S用起來 1代代誰 原函數 把FE算出來 首先 X為分 3S平方 加3 2S 加B 用-1代 1代 3-2A 加B 等於0 用-1代 3 3 加2A 加B 等於0 用-2A代 代誰 原函數 -1 加A 減B 加C 回得進 C 麻煩你連立小A條 相加別條 2B加6等於0 所以B事情 扶上 對不對 對齁 那告訴A這個事情 0 對吧 B雷 B雷負3 B雷負3 A是幾 0 所以A是0D又負3代 -1 減掉負3 -1加3是幾 2 2加C等於10 所以C就是幾 8 不會 以後 所以算出來A是幾 0 B是幾 負3 C是幾 8 就出來了 不會 以後 好 那屏幕選多少 求7小時 7小時 7小時 就算 白順子彈 一旦 帶誰 就還有數 帶下去 123 1 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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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